嗨,你好,我是玲玲 人类算得上是动物界当中最多病的物种了 大大小小的病加起来大概是一万多种 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呢 发生过数不清的环境巨变 传染病也能让一个族群瞬间消失 我们今天看来相当厌恶的疾病 当年可能让一部分人躲过了灾难而活了下来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 人类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疾病 为了让大家不无趣呢 我只能牺牲一下我自己 我明明也是一个女孩子 却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记得给我三点 腰椎锦盘这个beach 这是我的错吗 别的动物都是四只脚走路 你呢,大姐 你偏要两只脚走路 还要穿高跟鞋 长期压力这么大 不出问题才怪呢 我他妈好难啊 脂肪这个beach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我喜欢的裙子都穿不进去 可是人家就是爱吃啊 你那个时候不是很爱吃的吗 怎么现在开始嫌弃人家了呢 而且我跟你说你那个时候 如果说不是那么爱吃的话 你都根本活不过冬天 总要说人家爱吃 你明明就是自己不运动了 现在来跟我讲 真的很讨厌你这种万恩负义的人 讨厌了不讲了啦 脂肪的存在意义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为了 抵御严寒和饥饿的 那些室爱高热量的人群 更能快速囤积脂肪 而每当环境出现巨变的时候 这批人都是 更有机率活下来的人 所以今天 对高热量高糖的食物 欲罢不能的人 都是当年的幸存者 所以 要对脂肪心存感激啊 糖尿病这个beach 说 为什么让我老上厕所 而且我连烧烤炸鸡火锅都不能吃 我当时为了让你能够活下去 只能让你多排尿啊 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被冻伤啊 我让一线少蜂蜜1.1导塑 血糖膏的话 你的血才不容易冻住啊 这也有错吗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都是为你着想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科学家预计在一万年前 大概有一次全球性的晚宾期 而这种极度严寒的环境下 有一部分人 为了适应这种环境 身体出现了一种适应性的机制 就是他们的排尿更频繁 因为排尿越多 可以让身体的水分减少 而减去结冰对身体的伤害 而且这一部分人的胰岛素分泌较少 血液中的痰缝越高 血液越不会结冰 所以这解释了 为什么现在糖尿病的病人 在冬天的时候 血糖会突然之间增高很多 而到夏天血糖又会很低 所以说那个时候 糖尿病帮助了一大部分的人 生存了下来 原来是这样 而今天科学家也发现 一些先天性的贫血症 比方说镰刀型红细胞贫血 和地中海贫血 都不容易感染虐疾 举个镰刀型红细胞贫血 的例子 有这种基因的人的红细胞呢 它的形状非常的特殊 真的是像镰刀一样 它会影响血液的流动 所以这种人可能会伴有 不可预测的疼痛啊 器官的损伤或者是中风 但是恰巧就是因为 它红细胞的特殊性 虐原虫难以入侵 如果它难以入侵的话 它也很难在它的体内繁衍 所以这种基因就帮助了 这批人活了下来 所以在当年 虐疾高发的地区 现在都有一部分人 都携带这种基因 而地中海贫血 大概也是类似的道理 所以今天在非洲和 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依旧有很多人是携带 地中海贫血这种基因的 而这些地方都是虐疾的高发地 然后还有一种病 叫做血色病 这种病的特征就是 铁元素会在它的肝脏内 大量的堆积 而它自己无法正常的代谢 所以这种病也很容易引发肝病变 比方说肝硬化什么的 然而血色病的这种病人 虽然说体内当中 血液的铁含量很高 但是唯一例外的就是 这种病人体内的 巨石细胞的铁含量非常低 相当于说巨石细胞 可以当方面的去吃掉 鼠疫的细菌 但是鼠疫细菌 没有办法通过巨石细胞来繁衍 也就是说它是被活和饿死的 带有这种基因的人 在当年欧洲黑死病时期 活了下来 要知道黑死病导致了当时 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亡了 所以说今天依旧有定比例的人 身上是携带这种血色病的基因的 虽然说那个时候 在欧洲认为放血疗法 可以治很多病 但是对于血色病来说 放血疗法真的是有效的 而到了今天 我们人类为了适应环境 内依旧在进化着 比如乳糖不耐症 喝酒脸红 这些微小的变化都在告诉我们 身体这台机器 还在不断的修修补补 软件更新 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致病基因 帮助这部分人 顺利地活到了身孕的年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 今天我们看来是疾病的基因 是怎么留下来的 而为什么没有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 然后投币点赞和收藏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ivi干嘛Bivi 不要给我Bivi Bivi Bivi Bivi